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與你無關 你是不是由他以後亂發洩 有什麼不開心還在幫你 你靜一下, 你讓我靜一下行不行? 行, 我再說一句 如果下次他再幫你, 我爆眼他再… 你別管我的事行不行? 這些是我令家的事 你什麼都不懂, 只會打打殺殺 我只會打打殺殺? 你不開心的時候, 誰在陪你? 你受傷誰照顧你? 你靜一下的時候, 誰抱著你? 還要說這些話, 沒良心 對了…我說多了 總之我和舅父的事, 你不要插手 你別想幫我報仇 沒有, 沒見過這麼野蠻的人 我野蠻? 對, 我最喜歡用拳頭來解決問題 不喜歡的話, 別跟我做朋友 你是不是瘋了?你真的要爆他, John? 爆他就爆他 他是舅父大債嗎? 待會他捅你一刀怎麼辦? 認得你的 認得就認得, 爆他才算 你別妨礙我, 你… 別妨礙我, 快點 給我 杰 你怎麼樣? 流血, 最怕受傷了 不行, 很痛 一點痛當然有, 忍一下吧 不, 給我一顆止痛, 我先吃了 那些止痛藥沒效的 吃得多也沒益 沒效還是沒效, 起碼能受痛 一點痛都忍不住, 是不是男人? 你試試被人搏, 再搏同一個位置 你看有什麼感覺 高子杰 什麼? 感覺如何? 一時之間很難用言語去搏搏 那是不是沒那麼痛? 我確實真的分散了一種熱力 你撥在這裡 如果痛就大力抱著我, 好嗎? 很痛 可以了 很痛 痛死我了 有一點味? 怎麼眼睛看著我? 還有一點點痛 如果吃剛才那顆止痛藥 效果又很難當 會不會 吸氣 日快 會不會 多快 大丈夫 好 好, 阿杰, 你幹什麼, 我的頭 她的頭?禍不丟行 走吧, 給我 不是, 我把東西掉下來弄傷頭 總之閒雀運 是啊 看來你的狀態不錯 可以了, 老虎也可以打幾隻 真的?那請你吃個蘋果, 醒醒神 好 吃個蘋果而已, 也要過關 最鋒利的東東有生壽的一天 這句話真的不適合用在易先生身上 對了, 我在醫院這幾天 就沒發生什麼事 易先生, 你就像我家人一樣 沒什麼不說的 阿黎提出婚家自立門戶 而且瞞著我和柳澤成合作 要走回以前的舊路 他是令氏的高級職員 辭職要幾個月通知 他突然這樣跑去 我們可以申請禁制令 我們都是這樣想 但媽媽說既然他的心都已經離開了令氏 就算我們出禁制令 他也會私下做事 也是的 對了, 韋爺什麼情況? 爸爸因為兩個哥哥離開 曾經自殺, 幸好現在沒事 同盟班人趁著爸爸在住院的時候 想吞了創新 今天, 幸好有Kent幫忙擺屁 想不到發生這麼多事 還有一件你猜不到 我們查到柳澤成背後 有一個很大的勢力給他 而這個幕後老闆, 他身分很神秘 我們查多少都是誰 那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上次我偷拍到車衣背那張摺桌 上面放了一支筆, 黑了Rainman 我們相信是屬於那個大老闆 Rainman 什麼意思? 我們查到 原來Rainman是西方陰謀論的名詞 意思是指一群富可敵國的精英 組織了一個叫光明會 所有人, 甚至一個政府 都是他們的傀儡 Rainman就是魔鬼交野, 裡面那隻魔鬼 為求達到目的, 他們會大灑金錢 錢多得可以下雨任誇張 就是有錢搜得鬼退網 原來柳澤成是車線公仔 我們一直以來這麼多風風雨雨 都要Rainman搞出來 這個Rainman 富可敵國又收買這麼多精英 我們會不會不夠他鬥 無論是一群人也好, 或者一個人也好 總之以後要風平浪靜 一定要剷除這個Rainman 才有好日子過 放心, 媽媽 只要我們齊心 沒有東西可以難倒我們 Kent, Rainman的事你暫時不要管 全力替韋爺選好創新天 創新天是他的心血, 不可以有錯 但是舅父那邊… 不要緊, 有我和阿傑就行了 媽媽, 謝謝你 傻女兒, 是我的媳婦 我們是一家人 韋爺的事就是我們的事 不用多說謝謝 阿傑, 你真乖 你知不知道外婆 也不知道多久沒去海灘走? 如果外婆你真的喜歡 我就多點和你去海灘那裡 關上一步, 拍拖仔 好啊 其實我很想打電話給你 又怕阻礙你工作 不阻礙, 你喜歡可以隨時打給我 不過有時候我忙就未必能回覆你 你可以發信息給我 發信息? 是啊, 我有時間就可以回你 好… 一會兒吃完早餐, 我教你怎麼用 好啊 真的不用我苦? 行了, 我自己走到了 早安 早安… 媽媽, 阿傑今早陪你神問? 是啊 當然肚餓了, 多吃早餐一下 阿傑, 阿烈還沒下來 他們一家人又不下來吃早餐? 阿烈好像有個朋友來了香港 說要帶他們到處去 最近我想他也不下來吃早餐 Ricky又不在, 他們又出去了 冷冷清清的 我沒胃口, 我不吃了, 我回家上房 婆婆, 我陪你 有什麼問題? 大嶼山那幫鄉下的老人 他們不肯搬就做事 迫到他們走為止, 就這樣 要不要回來收拾東西都盯著 搬一些私人物品而已 不然這樣也要保安 你怎麼回事? 我知道你和柳澤成在搞北大嶼山的項目 柳澤成是什麼人?你最清楚 如果出了事, 他馬上放你上桌 現在收手還來得及 謝謝… 謝謝阿傑, 你還這麼關心我這個弟弟 以前我在令氏 你都說了事, 我當然是聽你的意思 現在我們已經分家了 你還要來騙我嗎? 你當然怕我, 生意越做越大 騙著你們令氏 怕我和你的寶貝爭生意嗎? 阿傑也是想你好 她不想你再錯下去 閉嘴吧, 你想我好? 你們一個二個都想看看我怎麼壞 以前我在令氏這麼久 有誰比我更重? 你怎麼說? 功就你們拿了, 禍就我背了 這麼多年了 我都引到你們人之以盡了吧? 現在還來騷擾我嗎? 阿烈, 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為你好 為什麼你會這麼想? 看得出來…為我們好嘛, 是不是? 你根本不想我們用腦子而已 吃飽就睡, 睡飽就吃 最好是你侵犯你這個女王嘛, 是不是? 對不起, 我做不到 如果你一意孤行 我會切掉你所有資金的來源 你以為你真的可以隻手遮瘋嗎? 我也懂得很多賺錢的方法 走私、漏稅、洗黑錢 阿烈, 你能斷我企託嗎? 你不收手, 我就贏了 我絕對不可以看著你死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阿烈, 我絕對不會收手 只要被你殺了我 好 搞定了嗎? 放心吧, 我聽你說 洗光了工人 現在只剩下我們和奶奶而已 那你在樓下等我 好 媽媽 阿聶, 你回來了嗎? 是不是搬回來住? 不是, 我來接你走的 無緣無故為什麼要我走? 跟那群牛鬼蛇神一起住 有什麼好? 搬來和我住 讓我好好孝順你 為什麼要這樣說他們? 我不管你和阿熊有什麼爭吵 一家人就要齊齊整整的 你分家我已經不開心了 為什麼現在是要我搬走呢? 媽媽, 你以為我真的很想搬走嗎? 我可以令家這麼多年 得到什麼? 是靈, 是什麼都沒有 Ricky為了他們, 連命都沒有 想說風光大眾都說不給 那這家屋怎麼住下去? 有什麼意思? 根本這家屋都不是人住的 一件事還是一件事 一家人就要齊齊整整 Ricky已經不在了 Anthony的身體又不好 現在阿傑回來了, 又這麼孝順我 為什麼要弄得家糟糟糕呢? 不要提這個打扒仔 一回來就拼文拼文 總之我不會搬回來住的 你還是跟我走 我不走 媽媽 阿聶 你…你放手, 我都說不走 媽媽, 你以前很聽我的話 是不是因為那個打扒仔 在你面前下藥 所以我不帶你走, 我真的不是人 阿聶, 你怎麼現在變得這麼頑皮 變成這樣 你自己走得救, 我不走 媽媽 我不走 媽媽, 你放手 你放手 媽媽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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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媽 幸好醫生說媽媽沒什麼事 只是撞傷口頭, 有一點震盪 如果媽媽有什麼事 我想我一整天都很不安心 如果待會他們來到, 你什麼都不用說 你就是說你一聽到聲音 一出來就看到媽媽已經滾到樓梯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這麼害怕幹什麼? 媽媽現在又不是走了, 鎮定點 爸爸, 大姑媽和二姑媽來 通知了, Kevin 通知了, 在座等你 發生什麼事? 媽媽, 為什麼媽媽會滾到樓梯? 婆婆, 現在怎麼樣? 我媽媽正在昏迷 醫生吩咐下, 除了我們之外 誰都不出去看她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媽媽我們有份的 你憑什麼這麼說? 就憑我是她的兒子 自從我搬了之後 我媽媽每天打電話和我哭著身 她說家裡沒有一個人愛她 每個人都不管她 叫我帶走她 你們有沒有搞錯? 我兒子走了之後 我媽媽已經很傷心了 媽媽, 你們個個這樣對她 你們還是不是人? 我們個個這麼疼婆婆 她怎麼會這麼說? 疼不疼她, 你們自己心裡有數 天良 是 到底發生什麼事? 其實也不太清楚, 大姐 當時我在房間裡收拾東西 我聽到聲音就立刻衝進去 見了奶奶就暈倒在樓梯邊 Anthony 大姑媽, 我一收到爸爸的電話 我馬上趕過來 大姐, 我也不清楚 大姐, 不要貓哭老鼠假慈悲 好嗎? 明明是你們對她不好 弄得她都害怕精神 精神仿昏為滾下樓梯 你們這樣對她也有 算了 你一向都把鑊尾在我身上 儘管射在我身上 你胡說 今早我和婆婆吃早餐的時候 她不知道多開心 什麼叫對人歡笑, 背人仇 沒有, 幸好我回去早 看見她躺在地上馬上叫白車 不然我媽不是躺在病房 而是躺在臉房 不用多說 我們現在要進去看看媽媽 沒有我批准, 誰都不准進去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你一定身有事 你跟媽媽醒來之後爆你糟糕 媽媽的事一定跟你有關 怎麼說也好, 總言之不准進去 我已經進去 老公, 肯定了, 告訴你 怎麼了?媽媽, 我沒睡 別再吵我 二姑媽, 不要吵了, 爸爸 這是醫院 不好意思, 你這麼多人在吵 騷擾其他病人又不聽到, 瘋婆 阿希 醫生, 如果我媽媽醒了 麻煩你立刻通知我們 沒問題 換約時間到 幹什麼?顧著婆婆嗎? 如果我們不在台灣發生那麼多事 現在就一家人齊整整 婆婆應該會很開心 我說了很多次了 Ricky的死與你無關 你不要經常弄得自己 好像對不起他爸爸那樣 你別說我話, 他再這樣下去 遲早就弄得你家裡的雞毛壓血 那不是怎麼樣 難道那個真相讓舅父知道嗎? 那豈不是去商店耍鹽? 婆婆 她醒了嗎? 瘋子, 我是婆婆 我醒了 我怕你擔心, 我告訴你 她醒了 不如你快點打電話給她 跟她聊聊天吧 好 讓她先生聆聽 我想跟她談到 尷尬了uffer 如果她沒事吧 又是返信給我 傑仔, 不用擔心婆婆 婆婆沒事, 真的沒事, 我睡了 她的心意乖乖的 我睡了, 再見 還有, 她寧願寫個訊息給你 也不接你的電話, 奇怪 不是, 我去醫院找她 我把保鏢鎖在雜物房裡 你們慢慢聊 謝謝 寶寶, 我是傑仔, 寶寶 傑仔, 你來了嗎? 寶寶, 你怎麼樣? 你還有哪裡不舒服?是不是很痛? 沒有, 只是傷了那裡痛痛, 眼睛痛 你怎麼會掉到樓梯? 沒有…對, 我不小心插錯腳 你以前什麼都跟我說 你不用怕, 究竟發生什麼事? 沒事, 真的沒事 沒事? 是不是舅舅做的? 不是, 與她無關 是我自己插錯腳而已 插錯腳? 是的 你不說的, 我應該不聞清楚 傑仔, 那天你舅舅 與舅舅無關, 是她要帶我走 沒有, 我不肯, 她就用力拉了我一下 那我就跌倒了 真的是她做的 與她無關 誰不讓你進來?馬上出去 你這麼緊張不讓我們見婆婆 是不是怕我們知道 婆婆是來推她下樓的? 你有沒有搞錯? 你這麼少做得出的? 神經病, 她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說, 媽媽, 你是不是跌倒了? 怎麼這麼多人說話也有? 沒有 說, 婆婆不是你差點出事嗎? 你還罵她?你是不是人? 我還不知道你這樣 媽, 我馬上跟她出院 起來, 你不要接婆婆了 出來, 抓她… 幹什麼?還要打舅舅? 為什麼婆婆不肯跟你走? 你就是要接她走 你以為你是誰? 教訓我? 如果不是你媽的話, 我就不會叫婚家 不叫婚家, 我就不用接我媽去走 我媽現在搞成這樣, 都是因為你們倆 一手一腳造成的, 反省一下 舅舅, 為什麼你到現在還沒明白? 媽媽是不想你一錯再錯 說得這麼偉大 如果是這樣, 早就不會跟柳澤成合作 現在你們上網了, 找夠了是不是? 你媽媽就眼紅我跟柳澤成合作 她根本就不想我發胃 媽媽根本沒這麼想過 柳澤成你惹不起的 你相信我, 舅舅, 媽媽是為你好 為我好? 為我好就不想踢走Wicky 讓他嚇死而向 我兒子為了你們莊烈犧牲 現在反轉諸道這樣對我? 我告訴你, 我一定不會讓我兒子 白白犧牲 我要幫他拿回所有的東西 我知道Wicky的死對打擊很大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亂來 就算我亂來, 弄得令家四分五年 都是你們弄成我這樣 我現在就要幫我兒子拿回應得的東西 清楚嗎? Wicky不是為了保護我們而死的 你怎麼說?你說什麼? 我們怕你傷心 所以故意說了我大為欺騙你 你謊言 你不怕 Ricky是個開槍打死的 他收了韋爺的錢, 引媽媽去台灣 然後串埋黑龍邦的副幫處殺媽媽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問黑龍邦的叔父雷爺 他可以造成 當日我已經給了他很多次機會 可惜最後他也決定要下手 我真的沒有其他選擇, 舅父 你給我閉嘴 我知道你作個官員出來 想打擊我不想我發揮 我不會想當的 舅父, 你醒醒吧 我怎麼會認真打擊你 Ricky他變得這麼沒人性 是因為你, 你一直中容他 他才選你的不歸路 閉嘴 我真的不是這樣的 全部都是你們連成他這樣的 現在把所有的責任都在我身上 是他自己夠油自取 忍都死了, 你終於變成… 舅父, 你不要再給我藉口自己 你閉嘴 你再這樣下去, 只會傷害你自己 你這個混蛋, 聽說 我一定會為我兒子 討回功也不會讓他白白犧牲 Kent, 最近你去創新天幫忙 做得怎麼樣? 挺好的, 這些董事都很相信我 爸爸看到創新天有起色也很滿意 創新天是韋爺的心血 你千萬不要辜他對你的期望 知道, 媽媽, 一定不會 不過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阿杰 舅父知道他殺死Ricky 一定不會就這樣算 這倒是, Ricky比她的命還要更重要 現在突然沒了兒子 他不跟他死過才期 所以阿杰, 你真的要小心點 經過這次, 相信很難再做一家人 希望阿烈將來會想得通 不過以他的性格, 不僅是阿杰 阿杰, 其實我們也要小心 你知道嗎? 原來是那個大霸仔高智傑殺死我Ricky 我一定會替他報仇 我要他替我兒子電視體 其實我也很難過 Ricky這麼聰明, 真想不到 不如是我不明白, 大家都是一家人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沒人性 可以做出這種事? 當初我叫你交令熊出來給我 你就心軟了 不然的話, 就不用弄到今天這樣 別忘了我用心這樣對他 現在這樣對回我 那你就知道大家就是一個什麼人了 沒有他這麼老頭的話 那個阿杰又怎敢動手? 既然如此, 他不仁, 你不宜 只要你搞定他們母子 一來可以幫Ricky報仇 以來, 將來就不會有人坐頭坐勢 你以為我不想這樣做 我恨不得他馬上在我面前消失 不過畢竟他也是我姐姐 你看你現在知道什麼 兒子被人殺了這麼大的事 你什麼都做不到 只會坐在這裡喝酒 你別讓我看死你 你一天有令熊在這裡 一天你也繼續做你的縮頭部鬼 你現在被人踩上心口了 你什麼都做不到 誰說我當不好事? 我不會被人踩上心口的 我一定會替我兒子報仇 這樣才像樣子嘛 只不過令熊身邊有這麼多人保護他 都很難下手 別人不能賣掉他 我怎麼能不能賣掉他身上? 我真的會造成 維基 你放心 那樣混蛋很快下來陪伴你 來 破了一整晚聲音不出來幹什麼? 很不滿意爸爸這樣做嗎? 我現在就叫人做事, 電也沒有 還有電話 你的電話來了 我的電話也沒電, 上車叉 電話響了, 怎麼不聽 又說電話沒電? 很狡猾滑滑的幹什麼? 電話有些東西不能讓我看嗎? 沒有, 拿來 拿來… 你看你現在像什麼樣子 兒子被殺了這麼嚴重 你什麼都做不到 只會坐在這裡喝酒 你是不是傻的? 我是你爸爸, 手指扭出來不扭進去 爸爸, 柳澤成不是好人 他現在被我哄你踩 你是不是我的兒子? 為什麼你可以跟Ricky差這麼遠? Ricky在那時候, 我說幹什麼 他一定支持我的 這麼多年來你做過什麼? 你沒有出息不要緊 但是你不要反爸爸嘛 死的應該是你, 不是Ricky 你開口就只吃Ricky 這麼多年來你有沒有重視過我 有沒有給我機會?你沒有 我不是不重視你嘛 你有病, 你也要有個房子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習慣 我有病, 但我不是傻的 一直以來你給我這麼多事情 我有哪一次不是做得妥當 要你跟著還沒有? 你看, 你常說Ricky好, 他比陸沒我帶 還把我老婆弄成我, 你知道嗎? 閉嘴 你已經把大姑媽和你來反罰我 現在還要詆毀你弟弟? 你是不是瘋了? 瘋了那個是你 你找人殺大姑媽, 我告訴他 是因為你是我爸爸 我不想你走這條不歸路 但是如果你堅持 我要跟你走同一條路的話 對不起, 我不會跟 我現在回來告訴大姑媽 我先拿車 我姐姐現在跟她兩個兒子走去拿車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千萬不要受益 你放心 我做這麼多事情 就是想看著他們幾個一百歲 我把握你不死吧? 我就撞死你了 媽媽, 車子被人還有手腳 立刻離開 會不會舅舅做過? 除了他沒有人在令氏大廈自出自入 看來他不替Ricky報仇, 他不死心 好, 易先生, 看著我媽媽 我被他們發現了 其實Rainman早就猜到 不會那麼容易炸死令熊 不過這次真的謝謝你 什麼…謝謝我? 誰是Rainman?我明明失敗了 對你來說我失敗 但對Rainman來說 好, 你的死正正就幫到他的計劃成功 什麼…我的死?你說什麼? 算了, 你也快要是死人 知道這麼多事情也沒用 救命… 阿烈 來吧 令小姐 剛才令氏大廈外發生了汽車爆炸案 我們懷疑令小姐跟這件事有關 麻煩你跟我們回警署協助調查 李Sir, 我弟弟剛才死了 我連他最後一面都看不到 就馬上被警方拘捕了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 令小姐 你和你弟弟令令的恩恩怨怨 我們查得很清楚 有證人說你們的關係非常惡劣 原因是 他指證你在台灣殺死他的兒子令家族 他心有不甘 就想脫離令氏出外面自立門戶 就在他離開令氏當日 他的兒子親耳聽到他說 說你想弄死他 之後你就指責令烈 推你媽媽掉下樓梯 你們兩個就在醫院病房外面 發生激烈的爭執 兩姐弟都翻臉了 最令你不滿 是你弟弟除了自立門戶 還連同愛人來反你 想挑戰你霸主的地位 於是你想報復他 結果令烈汽車爆炸, 車毀人亡 我們警方有理由相信 令烈的死是跟你有關的 李Sir, 你想怎樣冤枉我 沒所謂 我就是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弟弟的車爆炸之後不夠一分鐘 警方就馬上到場抓人 時間真的合得剛剛好 為什麼?你們是先知 我看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我的對手一早就收買了警方的人 做這場大龍風 看來令小姐也說得很乾 就不去水杯吧 是 你果然是Rainman的人 我警告你, 別胡說 別以為有幾個臭錢 就是上等人, 我不敢動你 這裡我最大 喂, 我想耍你 隨時的你回來涼冷氣 涼足四十把小錢都行 進來 李Sir, 高志杰和令千佑來了 說要保釋令雄 媽媽… 你倆有多厲害, 做得乾淨利落 沒有被人捉得痛苦 還有媽媽幫你頂罪 不過不要開心 我們警方一定要全力搜證 你們準備去監倉探望你媽媽 你放心吧, Sir 我們都會全力刮料 證明你貪污毒職, 知佛犯法 有沒有相述的律師? 我可以介紹給你 我可以介紹給你 警方指號, 你馬上殺死自己的女生弟弟 人家有什麼事? 你們令氏是不是做完這筆飯勞當? 有人說有賣毒品稀加的 可不可以回應一下嗎? 沒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知道什麼, 可不可以大根買嗎? 令氏集團的人打人 搞錯了, 你別亂打人 是誰呀… 警方, 她是好人來的 警方, 她是打記者 拍她的, 拍她的, 拍她的 阿里的車一爆炸 警方就馬上到床來抓我 剛才我在警署出來 也有很多記者在惡意攻擊我 這麼多事情發生, 絕對不是偶然 應該是Rainman切個局 你說Rainman到底是什麼人? 可以收買警方 又可以控制傳媒? 不僅如此, 她還很了解我們 她很了解阿烈 之前她找柳澤成 哄阿烈離開令氏, 自立門戶 就是精心鋪排, 子弟反目這場戲 不過阿姐, 你不用怕 他們沒有證據告你不進 他們的目的不是告我 而是要抹黑我成為殺人兇手 讓傳媒和公眾注視我的一舉一動 讓我綁手綁腳 要反抗他們就更加困難 就是這樣 Anthony, 你去了哪有利品理不來 你爸爸被人殺了 一定是柳澤成 大哥 一定是柳澤成, 是柳澤成殺了爸爸 Anthony, 你冷靜點 你爸爸的死 不像表面看起來那麼簡單 是我不好 我極了爸爸, 之後他疲暈了我 當我醒來, 我被那些人夾住了 爸爸出事之後, 他瘋了我 但是姑媽, 是我不好 柳澤成昨晚在高爾夫級 疏敗爸爸找人殺你的時候 我應該是要阻止 你說什麼都沒用了 他要分家的兒子, 你根本不應該幫他 不可以站在那邊 二姑媽, 我是他的兒子 我根本就沒得選 Ricky已經死了, 他剩下我這兒子 難道我還在你面前反他嗎 但是要把他殺大姑媽來 我一點都不會贊成 所以我把他跟柳澤成對話的片段 我錄下了, 打算發給你們 誰知道 你和身邊很多人保護他 他未必那麼容易買到身上 我一個人就說買不到他的身 我怎麼會買不到 真的很對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這麼大的事 現在爸爸死了 你做年女朋友, 我真的不想 Anthony, 不要難過 姑媽知道你明白事理 現在不是傷心的時候 現在一定要找出誰是殺死你爸爸的兇手 我自己的認罪 就算了吧 你別咬娛想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你別咬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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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吧 你別咬娛 林議員, 張議員, 還有滅罪人 前警務處副處長 現在是滅罪委員會主席, 今天是嗎? 郭Sir是警務處副處長 警戒明日之聲, 精明能幹 風頭比一哥更厲害 既然大家都熟悉大家 我就不浪費時間 今天我們召開這個緊急會議 主要是針對昨天在令氏集團發生的 汽車爆炸案 社會各界對這次爆炸案非常關注 政府各部門收到很多請願信 希望促查事件 我相信一連串的犯罪事件 是由香港一個家族集團引起 他們的主事人叫令熊 令氏集團以商業為包裝 但實質上集團的背後進行非法勾搭 他們一次又一次挑戰警方 無視法紀, 嚴重危害市民的安全 今天我已滅罪委員會主席的身分 催促在座這麼多個執法部門 要不畏強權, 嚴厲打擊這些犯罪集團 不要辜負市民的期望 金主席說的話, 我們有資料 不過打擊罪案 坐在這裡開會也沒用 打擊不法分子, 我們警務署自然知道怎麼做 如果沒什麼特別的事, 我要回去做事 郭Sir, 當年我坐你的位置的時候 香港是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 但是現在, 接二連三發生這麼大型的罪案 市民人心惶惶 如果警方是有能力去撲面罪案的話 那今天就不用召開這個緊急會議了 我想問問你有什麼應變方案? 不滅罪委員會主席 今天這個會, 歡迎你提出意見 不過, 就是沒有賦予你任何權力 可以知道我們行動的細節 那就是說, 我沒有需要向你交代 絕對有必要 所有執法部門都需要有透明度 是要監察和督促 好, 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 那好吧, 我答你 是機密 郭Sir, 除了警務署副署長 ICC執行署副署長 我還做過保安局局長 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 尊重是來自成績, 不是來自囂張 我才聲明 如果警方和各執法部門 都不能夠壓止罪行 我會去信特首責成 以及追究事件 到時, 如果誰失職 或者有些不可過人的原因的話 是需要負上責任的 隨便吧 我最喜歡用拳頭來解… 我最喜歡用拳頭來解決武力… 解決問題 夠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夠了 這麼開心 被人幫完後, 幫我幫同一個位置 我還需要等… 這裡行不行 爆他就爆他 他以為自己的豆腐是大… 給我… 給我… 我最喜歡用拳頭來解決… 我非常喜歡用拳頭來解決 我可以給你領導 你最後一個鬼lus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